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Karina在粉丝论坛留言 我最近在看My Hero Academy 然后留下了24个看过的动漫名字 接着也推荐粉丝们 入门的话要看哪几部 喜欢剧情丰富的话要看哪几部 喜欢动作片的话要看哪几部动漫 而其中一开头提到的My Hero Academy 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2020年My Hero Academy 在韩国中国同时发生过一次争议 漫画中出现了一个反派的名字叫Maruta 而在二战期间 日本731部队进行的生化实验 事外者代称就是Maruta 因为漫画中也出现了该反派 发现了细菌等 所以韩国中国网友们就质疑 作者的动机是不是在美化历史 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接着在中国的各大网站 都下架了该动画 因为争议真的是闹得很大 日本的基因社与My Hero Academy作者 也正式发文道歉 并表示会将Maruta的名字改掉 也解释了Maruta名字的由来 并没有其他意思 而因为出版社作者正式发文道歉 也有改掉角色的名字 因此那之后在韩国看My Hero Academy 一点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Karina的那个留言 一开始转载到论坛上的时候 韩网的反应是 Karina没有不看的动漫 这不都是在Netflix大众们喜欢的动漫 比我看的还多 好勤快这样利用移动时间 对韩网的反应都非常频繁 但是这事情在中国引起争议后 很多中国网友们到Karina的IG留言 要她道歉骂她 所以在韩国也引起了热议 对了 有很多网友们留言问 韩国犯券论坛之一的特库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都无法进入 根据公告 网站好像发生了 个人资料外泄的事情 所以这几天都在做保安维修 总之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对这次争议的留言 我也看过My Hero Academy 这个发生争议后都换名字了 而且还是一个小反派的名字 所以Karina应该都不知道吧 怎么可能会支持731 我们国家也会咬牙切齿的内容啊 Karina在粉丝论坛 只是发了看过的动漫清单 而且还是在休息时间 用Netflix看了而已 难道连看个动漫 也要先去查一下背景吗 首先撇开对中国的私人感情 我真的很好奇 Karina只是留言 我现在正在看而已 也没有特别推荐 或者是评价这漫画 而且731争议是几年前的事情 我也是这次才知道 动漫里换了名字后才播放 在韩国一天问题都没有 现在开始看的人 可能连有过争议了都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 731 Maruta 不只是中国人 韩国人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看了这动漫就是辱华 还要被骂呢 难道中国都不消费 日本优异作者的作品吗 Karina也很照顾中国粉丝而出名 现在应该会很伤心吧 如果真的有推荐的话 也不会这么冤枉 说实话 看之前不去事先查一下的话 谁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争议 然后现在跟中国粉丝道歉 被这种是骂再道歉的话 其他国家的粉丝们又会说 这是在看中国眼色而发狂 不是吗 现在因为釜山世界博览会开场片段 所以更那样 听说中国一些人不喜欢韩国开视播 而且还在造谣Karina是支持云瑟吉尔的人 这是为了韩国釜山 怎么可能是为了一个总统 真的这样相信吗 如果说这作者或者是出版社都没有道歉的话 确实是要抵制这部漫画 但是人家都发文道歉了还这样的话 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对于Karina看的动漫在中国引起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日本收到很多投诉的电车站音乐 这个音乐使用了三十多年 因为有太多人投诉很恐怖 目前已经更换为别的音乐了 哎呦这个太恐怖了吧 能忍耐三十年也太厉害了 这么有名的音乐 音调都不对 所以超可怕 可可 能做这么恐怖也不简单